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。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旧机构IDC于11月14日调高了对于全球半导体市场的展望,认为2024年会加速恢复增长。 预计2023年,全球半导体行业收入为5265亿美元,高于此前5188亿美元的预测。 此外,IDC还将2024年的收入预期从6259亿美元上调至6328亿美元,增长20.2%。 机构认为,从需求的角度看,美国市场将保持韧性,中国市场将在2024年下半年开始复苏。 随着个人电脑、手机两个最大市场库存的调整,半导体行业增长的能见度会提高。 电计划将在未来十年继续推动半导体的增长,预计汽车、工业领域的晶片库存水平将在2024年下半年恢复至正常水平。 2024至2026年,新技术和大型旗舰产品的推出将推动各细分市场中半导体的价值, 包括EIPC、端测人工手机这样的产品。 此外,未来DRAM等记忆体晶片的容量需求也将保持增长。 IDC认为,随着晶片代工厂逐步提高产能利用率, 并要求核心Fibos无晶圆公司客户更高的回报。 明年晶圆加工的定价将保持平稳。 得益于库存改善、渠道能见度增强、人工智慧服务器及中端的需求增长。 IDC将全球半导体市场的展望,由艰难、TROF调至可持续增长、Sustainable Growth。 预计2024年上半年开始,半导体行业收入的增长将与中端用户需求的增加相匹配, 预计资本支出也会随之改善,从而在供应链中产生一个新的投资周期。 总体而言,机构预计2023年整个半导体行业将下滑12%, 比9月时的展望有所改善,行业收入将继续逐步恢复,并在2024年加速增长。 IDC研究人员认为,半导体市场已经触底并开始逐渐增长, DRAM平均售价正在提高,这是一个很好的先行指标。 此外,几年后,人工智慧晶片将占据半导体行业收入中的近2000美元。 三星电子公布的财报显示,该公司第三季进一步减持所持半导体制造设备制造商ASML的股份。 三星电子向金融监管机构提交的第三季度报告显示, 从7月到9月,该公司出售了约117万股ASML股票。 根据最新股价,三星电子出售的股份价值约7.2671欧元,约合7.8992亿美元, 这使得三星电子在ASML的持股比例降至0.4%,即158万股。 这是近年以来,三星电子第二次出售ASML股票。 出售股票被视为筹集半导体投资资金的举措。 尽管全球经济放缓,三星电子仍继续加大投资,以增强未来竞争力。 今年上半年,三星在半导体业务上的投资达到了创纪录的23.2473兆韩元。 随着半导体制成微缩越来越逼近物理极限,成本也越来越高昂,越来越多的厂商开始转向采用chiplet的方式, 将多个小晶片通过先进封装技术整合在一起,形成Vase SoC的效果, 以提升整体效能并降低成本。 特别是在ChatGPT等生成式AI应用的带动下,市场迫切需要能快速处理大量数据的AI晶片, 对于先进封装技术的需求因此也得到了进一步爆发。 调研机构You Intelligence数据显示,全球先进晶片封装市场从2022年443亿美元成长到2027年660亿美元。 其中,3D封装预计将占约25%级150亿美元市场规模。 在此背景之下,能够提升半导体效能的先进封装技术也成为全新的兵家必争之地。 对此,台积电、三星和英特尔等制造大厂展开了激烈的竞争。 目前,率先推出3D Fabric先进封装平台的台积电取得绝对领先的地位。 为了迎头赶上,三星计划明年推出Saint技术,即Samsung Advanced Interconnection Technology。 三星先进互联技术、先进3D晶片封装技术,能以更小尺寸的封装,将AI晶片等高效能晶片、记忆体晶片和处理器整合。 三星2021年推出2.5D封装技术H-Tube后,便一直加速晶片封装技术的开发。 今年4月,三星表示提供封装桶包服务,Package Turnkey Service,处理从晶片生产到封测整个过程。 知情人士11月中旬表示,三星计划在明年推出全新的Saint品牌的3D先进封装技术,垂直堆叠、SRAM和CPU的Saint-S、CPU、GPU等处理器和DRAM记忆体垂直封装的Saint-D、应用处理器、AP堆叠的Saint-L。 其中,Saint-S等新技术已通过验证测试。 但消息人士指出,三星与客户完成记忆部测试后,明年推出商用服务。 目标是通过Saint新技术,提高数据中心、AI晶片及内置AI功能手机应用处理器的效能。 另外,根据外媒引用知情人士的消息指出,三星内部正考虑将其先进的3D封装技术应用于Exynos系列行动处理器上,有助于进一步提高Exynos处理器的整体效能和生产效率,并降低成本,进一步增强其产品竞争力。 除了三星之外,台积电也正在努力扩大其2.5D先进封装技术的Coast的产能,并持巨资测试和升级其3D晶片间堆叠技术SOIC,以满足苹果和英伟达等客户需求。 台积电7月表示,投资新台币900亿元,约29亿美元新建先进封装厂。 至于英特尔,其已经开始使用自家西一代3D晶片封装技术Forward Rose制造先进晶片。 另外,英特尔最新先进的对外开放的封装服务也将在2026年进入量产。 不同于其他家主要提供以锡制成的中介层技术,英特尔计划采用更为先进的玻璃材质机板来替代传统机板, 指赛助力英特尔实现在2030年前将单一封装晶片中的电晶体数量上限提高至1兆个的目标。 11月初,世界第三大晶圆代工厂联华电子UMC也推出了晶圆对晶圆Wafer-to-Wafer W2W3DIC项目, 利用吸堆叠技术提供高效整合记忆体和处理器的尖端解决方案。 叶华电子表示,W2W3DIC项目雄心勃勃与日月光、华邦、支援科技、Faraday和易华电脑、Cadence Design Systems等先进封装厂及服务公司合作, 以便充分利用3D晶片整合技术满足边缘AI应用的特定需求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库论有余。 最后,请一点赞、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